据俄罗斯联塔网10月5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发表讲话 谈到所谓的乌克兰战争 报道称普京表示 俄罗斯不得不对日益增长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作出回应 他说 我曾多次表示我们没有发动所谓的乌克兰战争 相反我们试图结束战争 2014年不是我们在基辅发动了政变 那是一场血腥的违宪的政变 关于队伍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 普京说 我们对如何推进有自己的理解 我们正在朝达成自身目标稳步前进 并相信我们一定会成功实现既定目标 报道称 普京还表示 任何头脑清醒 记忆清晰的人都不会想到对俄罗斯动用核武器 他说 我要向所有人保证 任何潜在侵略者 现在都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回击 因为从发现敌人发射导弹的那一刻起 无论它来自哪里 我们回击的导弹将如此之多 以至于任何敌人都没有存活的机会 关于乌克兰的真实生存能力 普京说 现在乌克兰表面上一切平衡 预算是平衡的 经济指标也平稳 但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每月从各个渠道注入四五十亿美元 只要资金流一停顿 一周后就全完蛋 乌克兰的防御系统同样如此 想象一下明天停止武器供应 他们只能存活一周 另据俄新社报道 普京在回答特别军事行动 可以止步于哪里的问题时说 问题不在于领土 而在于民众得到安全保障 普京解释说 问题在于保障俄罗斯国家和人民的安全 这是比领土更复杂的问题 他指出 俄军在战斗接触线上充满自信 前一天在12个区域向前推进了300米到1.6公里不等 他说 这是战术层面的进展 但它很重要 与此同时 普京指出 自乌军发起所谓的反攻以来 已损失9万多兵力 557辆坦克 和近1900辆各类装甲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